有关KPI 原来李家超都喜欢打飞机的 他简单说就是一些简单到白痴到低能到 低能儿童都不会写出来的KPI 他很开心地告诉大家香港政府做到了 KPI的成功都很高了 但是也有一个官员给他点名 那就是杨用雄 杨用雄的KPI都做不到 是写报告和建议书 都不是说要你实行到有什么阶段 有什么可以量化到的标准 但是结果杨用雄也做不到 好了结果杨用雄就被李家超150多个字丙瓦 公开哪是杨用雄私的 杨用雄究竟可不可以做到这个任期的尾段 我有点怀疑不行了 另一个是比较具争议的 超过130个医学界的人是联署反对的 他们说原来误会了 以为咨询期间和沟通期间 在酒税方面会加强 因为他们知道酒在每年全世界杀了很多人 烈酒其实是一个如果你不懂得控制 是可以杀人的一个 无论是长期或者慢性的 又或者即时的都是一个危险来的 好了 但是结果特首就是减这个烈酒税 是将200元以上的烈酒大幅减低这个税项 由100%的税项减到10% 变相特首是告诉大家 他就是去叫大家喝多点烈酒 这个烈酒的价钱如果在200元以下 就会保留税项 但是大部分烈酒都是200元以上的了 除非是很小瓶 又或者是一些你都未必敢喝的烈酒 整体来说 整件事整体来说 就是特首的司令报告 是有一个具争议的地方 就是烈酒税 医学界觉得他们没有尊重医学界的一些 现在世界潮流或者是数据 是对于整体来说 你说这个是一个充满改革成份的 是大家一起改革的 我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当然房屋方面它有的 当然在扶贫方面的部分有的 譬如这个劏房 但是这样是不是足够 是可以令到香港现在整体的经济的一个板块 或者整体的一个香港的制度可以 是更加帮助香港去发展 我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反而我相信李家超会继续 好似新田这个科技城那样 搞不定的时候 一直霸王眼上弓戒眼 就是不管这个司法覆核 不管现在的制度 硬硬推 这个就是不是好的地方 不是好的发展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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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劏房单位 够不够呢 多少人住才对呢 比如够不够四个人住呢 够不够六个人住呢 特首其实这一方面是需要的 就是真心需要 去想清楚 不是随便 扔了这个说法出来 就觉得自己解决了劏房问题 好 在贫穷问题方面 他也认为 部分的贫穷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出去工作 香港是需要多些人出来工作的 所以他呢 就是鼓励做现在的婦女 或者现在并没有呢 是工作的人士呢 是去再做一个培训呢 以后呢 是投入这个工作 令他们有收入 也都希望少数族裔呢 可以学好一些广东话 或者有一技旁身 可以投入现在香港工作 其他问题就是来了 香港现在是不是说呢 就业情况非常火烹 是不够人工作呢 不是的 如果未来呢 政府没有办法 压制或者解决 在未来的农业年前之前 出现的一个清盘 或者结业潮的话呢 是会多人失业的 现在政府同时又说 我会再推多些人出去就市场 其实更加令到呢 本身需要一份工作去养家的人呢 是更加百上加根的 这个某个程度上呢 李家超这两个想法 包括呢 就是说呢 第一他知道会有结业潮 是希望阻止结业潮 他应该知道呢 结业潮一出现的话 阻止不了呢 就会出现 推高了失业率 多了失业人士 但是同一时间呢 在同时呢 他又拉多些人出来的就市场 拉多些小组织 拉多些呢 就是呢 现在不用工作的太太出来呢 工作 其实这样如果要成功的话 或者这两个政策呢 如果呢 一有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呢 结果就会导致呢 更加多人失业 或者更加多人呢 是要跌下去呢 这个社会保障的网络 其实这样是未必好的 但是这个整体来说呢 李家超就变了呢 好像分饼仔那样 是各个范畴呢 哪个提出些什么 他就做些什么 好了 最终李家超的这个司令报告呢 值多少分呢 我觉得呢 只是50分而已 只是一个平平无期 没有什么这个才华 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对于这个报告里面 北京的要求说要改革呢 是更加是不合格的 我相信只有20分 我看不到他的司令报告里面 有哪些地方呢 是可以从香港整体宏观的一个制度上面呢 是改革完之后呢 是可以改变到香港的现况 如果那些话唯一有的呢 就是劏房订立的标准 定立完标准之后 再当劏房问题不存在 第二呢 就是房屋方面呢 就是订立了很多措施 是改变了公屋居屋的比例 改变了呢 就是上车 希望抽签抽到居屋的一个 是便捷情况 但是呢 就没有整体这样呢 去考虑 现在呢 香港的楼市 或者香港的房屋 应该是变成什么结构 完全呢 就是没有一个交代给公众的 好了 虽然有些措施 但是呢 都不足够 所以我只是给20分 25分左右而已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话题呢 都是讲讲呢 就是特首司令报告2024年 也是李家超呢 公布的第三份司令报告的 好 第三份司令报告呢 他勾画了呢 就是他本来说呢 齐改革 齐改革 他也是说要再三强调呢 是说要呢 是的 就是有志及兴 他另外呢 在结尾那里呢 特别说的 要抗击这个唱衰香港论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自私的行为 所谓唱衰香港论呢 在香港留在这里的人呢 每个人呢 都或者在香港土生土长 没有想着走好了 又或者有机会走 但是都决定留下的人呢 其实都是外护香港的 不会唱衰自己家园的 现在讲着 对于香港政府表现的不满 对于香港政府一连串 表现的一个不滞呢 其实这个就并不是唱衰香港 这个呢 我觉得李家超呢 是应该要开阔个胸襟 做得领袖呢 就不要那么小气 做得领袖呢 就不要那么扑街 那应该呢 是听清楚呢 香港市民的心声 从而改善自己的施政 事实上李家超在过去那三年呢 那施政其实是真是一样的 不单只佛膳捉层 那还有呢 很多呢 是非常之错的 或者呢 在执行力上面 非常薄弱的问题 你不要说那些拆鞋子 那你就算说呢 在十一国庆 去呢 就是放这个呢 无人机 都连续两晚呢 是没有办法起飞 跟着呢 那些呢 是说到呢 是天花龙凤的一些呢 是藉口 那些藉口 根本呢 就是任何人呢 幼稚园都不会相信的 因为刚好深圳呢 就在飞 深圳一万个无人机 五个地点飞 都没有香港那个呢 电离层 或者太阳风暴的影响 甚至说太阳风暴影响的呢 就是白痴来的 太阳风暴呢 如果大家呢 在那个 在那个 是 YouTube上面呢 你看一看呢 其实太阳风暴呢 它的电子 或者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呢 磁场的运行 那个波 就是一个圆形 圆形 回形的波 来到地球 本来南北极都是磁场的 在来到之后的影响呢 就只会去到南北极的 最多就是扩散在南北极的 大的地方 就是位度比较高的地方 就根本不会来到香港的 的 说得这些呢 太阳电池 太阳的一个呢 是呢 太阳的一个呢 是呢 太阳的一个呢 是活动影响的人呢 根本就是没有脑的 好了 香港政府就拿这些借口 接着又说电离塵 但是深圳就照飞 好了 你那个垃圾征肺 又一塌糊涂搞到烏里单刀 这些可以显示呢 李嘉超的政府呢 其实的确在执行力方面 是很薄弱的 这个应该要改善的地方 就不是说呢 人家叫你改善 人家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说人家唱衰香港 之前呢 他就不断说呢 是有这个呢 就是国安的事件 有这个呢 国安的一个呢 是呢 是呢 就是利用国安去压制香港的舆论 好了 但是当香港人都顶不住了 经济仍然差了 各个行业都萧条了 连职司 这些呢 本来呢 是一定呢 是衣冠非常整齐 是呢 就算落地盘都穿西装 是呢 觉得自己要在一个form 在一个外表上 全尊重自己的专业 是甚少 那些根本不会说一句呢 是对政府不是的说话的职丝 都要出来说呢 他们死得了 要倒闭了 雖然施政报告上面呢 都有一些措施 都值得是加许的 比如呢 就是中小企贷款 他延长了中小企贷款 还款的一些安排 那希望呢 令到中小企呢 是度过现在来着呢 很可能在农历年之前 倒闭的一个潮流 这个都叫精准的 因为很明显 中小企除了做不到生意之外 他如果能够维持到平衡 就是维持到盘生意的平衡 他都可能会继续营养下去的 但是当他看到自己 当时在林郑月娥时期 借了600万 借了900万的中小企贷款 贷款要还了 每个月会是十几万 或者会是一笔比较大的数字 他现在可能根本 这条数是没办法撥出来的 结果呢 银行呢 可能会追那个股东 那把衣还了 不如将公司清盘 清清楚楚的 是根本无能力还债的 那好过呢 就是继续挨下去 如果香港政府能够改善 市面上经济的表现 市面上经济的活动呢 其实呢 是有机会是令到 香港的一些商人 或者香港的老板呢 是决定继续留下 继续营运继续做好自己的生意 好了 但是当香港政府 给不了信心给这些营商的人的话呢 那香港政府就很难呢 他留住他们 好了 最后一遍做了事的了 他呢 将这个中小企贷款延长 那希望香港政府明白 不是那么简单 你说延长了 中小企贷款还款的特位安排之后呢 那些中小企就会愿意 是继续经营的 因为这个还要看基本面 就是说呢 他究竟经营方面呢 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创造到这个利润 或者呢 起码呢 可以支撑到自己的开支 好了 除了中小企贷款之外呢 李家超呢 都做了很多 说了很多呢 就是呢 是精准对着呢 是某些范畴的工作的 那虽然他呢 在说的是很讨厚很长 那一个个几宗的司令报告 那首先我想说呢 就是他说大家呢 是一提一提的改革 那这个改革本身就是北京 给李家超的考题来的 是开口题来的 是给了很久了 李家超一直拖延 我们拖到这个司令报告 基本上是最后关头交卷的 最后一刻了 那大家又觉得呢 这个司令报告里面 对于改革这方面 总体来说呢 你可以对这个司令报告 有一个看法的 整体的评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北京给一个考卷 给一个特首 给一个香港政府 究竟这个司令报告 对于北京要求香港改革 究竟是做不做得到呢 那其实首先看一看了 北京要求香港政府改革 最主要的一个看法 就是因为香港旧有的一个制度 是可能出现一些 是阻碍香港发展的一个障碍 或者拖慢香港发展的一些障碍 例如可能有一些机制 譬如房屋发展 土地规划和发展 譬如新界北都汇区 他要将整片开发的 原来根据现在的土地规划 又要咨询 又要经过承规 又要承规一批 再由地政做地契 你怎么都搞 由山地变属地 怎么都搞七至十年出来的 好了如果私人发展商拥有的农地 他想把它改变成一个住宅 或者变成任何的范畴都好 就算他肯保地价 原来他也要搞七至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对于香港来说 发展是很慢的 很阻碍的 令刊豪在他上台的时候 都已经说要改革了 但实际上现在 走三年他改了什么呢 我看到就是香港政府认为 改革就是特事特办 就是我不需要你现在的制度 总之我要走就走 但其实我相信北京不是这么想的 也都相信我们改革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改革之后 其实仍然要有一个 大家一定要尊重和遵守的制度 一个就是可预示的 透明度高的制度 只不过在制度上简化了 在制度上增加了弹性 和令到我们的发展快了 以土地规划和土地的一个 由山地变熟地 再变成发展项目的这个历程 可以看成改革 其实并不是说我特区政府 说什么就什么 我说事 或者我行政主导 我就不用管大家 例如给一个例子 就是在新田科技城 新田科技城本身 政府在规划过程里面 本来已经推出了一个计划 他当时也照顾到 包括了在新界的西北部 在后海湾附近 其实有很多生态价值 生物多样性 和需要保育的地方 所以他答应了大家 有五百多公顷的一个保育地区 好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平衡 是一个平衡 大家当时接受的 但是在这个规划中途里面 政府突然间 是加大了规划面积 加大了百多公顷 好了 但是同一时间 就吃了这些 本来答应保育的地方 现在是没得好说的 因为保育就不是立体的 不是说我一个地方 我建十层楼来做保育 保育就是平面计的 那你没有了十公顷 就没有了十公顷 你没有了一百公顷 就没有了一百公顷 那你就需要找回 另外一百公顷的补偿 这个是任何一个 普通人的想法 就算政府说 专业去看 就不是这样看的 不是用面积对面积去比的 那需要是由还评报告去做判断的 好了 这个也是跟回程序公义里面 由还评报告告诉大家 在那个区域 即是说 我现在就算我拿了你 现在部分本来是做保育的区域 那个区域究竟有多少呢 这个生物多样性 有多少呢 身体贷值高而要保育的地方 要移走它也好 或者不可以发展也好 原来呢 我们在新田这个科技城 那个环评报告呢 是并没有就政府在跟着 在做那个规划过程里面 而更改那百多公顷呢 是更新 或者做过另一个环评报告 结果呢 搞到现在你有司法覆核 好了 有司法覆核也好 李家超和林开豪就觉得 现在我都对了 我完全对的 你那帮人呢 去JR呢 就是唱衰香港的 所以我就不管你 我现在照行 照去出这个tender 照去招标做这个土地平整 甚至李巴仙今次的司法覆核报告呢 我准备找了三个地方出来 全片开发 每十至二十公顷为一片 那么我中间呢 无论渠水道路也好呢 我不做的了 那么我整片这个呢 就是山地呢 是交给个发展商呢 和我做完所有政府本身 应该要做的一些 基础设施啦 西方Mation 渠啊水啊路 那样 那整片开发 希望可以加化这个开发的流程 那是不是可以加快呢 如果政府没有一个制度上面的改革 是不能加快的 那现在本来呢 你起路呢 是很少呢 是由私人公司起路的 你甚至新铜基说要起路呢 他都不懂的 新铜基起路呢 都要找到金门 一个C for engineering 强一点的一个 kink main contractor 来帮忙 那么呢 例如在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 烏溪沙再进一些的棋岭 当新铜基发展到的时候呢 因为要牵涉一些路 修银基呢 是能够起楼 但是就不吃不够起的市政设施 所以都将这个路呢 判了给金门 那这个呢 可以看成呢 如果你说 我们只是刮一刮的手指 在那个 试验报告上 打几个英文字 或者打几个中文字 打几个字 在报告上 有文字讲出来 我就说呢 整片开发我就会快了呢 这个其实呢 我想热界知道是不是的 因为现在的制度呢 根本很多地方呢 是没有一个容许 或者没有一个呢 制度上面的一个 establishment 就是根本没有写的制度 是私人怎样呢 去搞电力啊 煤气的主后啊 或者呢 就是这个呢 通讯设备啊 马路啊 这些这样的工作的 设计是否等于呢 就是说私人可以设计十公顷 二十公顷 包括有公共道路的一个呢 开发呢 是难一点的 那如果你说呢 不是的 发展商自己很多idea的 发展商自己很聪明的 这个呢 就是盛传了超过一年的了 就是政府呢 其实已经呢 或者北京已经知道 香港政府这么做 所以很多大陆的大型 建筑公司或者企业呢 都会来香港发展 都是呢 就是苗头 这个矛头呢 都指着北部都会拒一些 整片开发的区域的 那现在呢 如果你说 我有一三片呢 首先推行的一个先道计划 那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给不同的三个 发展的一个才权 他们呢 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设计理念 不同的方向 那结果会不会搞了三套 不同的制度 或者三套不同的标准出来呢 那这些其实就是 香港政府本身 你当你想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其实就不是说呢 在特首或者特首后面的特首这个 智囊团那里呢 去做闭门造居 是应该要呢 是想到一个呢 在现在本地的专业而建构的一个制度出来 这个制度呢 包括个要求啦 包括究竟有些什么审批啦 或者说不需要政府部门审批啦 那将政府部门的要求呢 是呢 就是说呢 譬如道路 那要几阔的 那现在香港呢 平均的道路呢 如果行车呢 要20吨的 就是要预计消防车走的 接着呢 什么时候用柏油 什么时候用马路 用石屎面 行人路又怎么做 那这些标准放了下去了 那接着呢 是根据这些标准 究竟由谁负责去审批 那如果根据这些标准 由政府部门审批呢 那因为政府部门非常熟悉自己 对于这些呢 市政设施的要求 那自然就会将自己过往的经验呢 是摆回到现在的审批上面 那结果都会免得失事 和呢 现在的发展 发展私人物业 经BD审批呢 BD其实很慢的 好了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说不是 我是私人审批 私人审批 你有三个不同的地 跟着呢 有三个不同的私人机构去负责审批 或者呢 负责保向政府保证 跟着起来 原来三个是不同标准的 那个红绿灯的接播又不同标准 马路有些斜道又不同标准 结果会搞成怎样呢 结果搞到新加坡都会区呢 就会乱七八糟 不同的发展商开发的地方呢 是一走去就已经知道 不同的市政的感觉 和现在我们走在香港市面呢 是统一的一个感觉呢 是不同的 难可 马路难可 一个就觉得呢 不需要再用香港传统这样的呢 是这么浪费这个不锈钢 或者这么浪费这个呢 钢铁的一个难可 那用回大陆一些呢 比较省钢铁的难可设计方法 这些都会令到大家觉得呢 北部都会驱乱七八糟 虽然呢 特首有一个想法 就是整片给大家开发 整片尽快交土地出来 尽快交房屋出来 就是他其中一个了 就是说保证呢 在未来的五年呢 未来的四年 sorry 就有大概 未来的五年 不好意思 未来的五年呢 大概有十八万九千个 公营的单位推出来 但是每年平均呢 就是三万多四万个左右 比现在二万个多了 多了一倍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是呢 是等于解决房屋问题呢 如果用解决房屋问题 或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 第一件事在房屋方面 特首有什么建议呢 第一个就是对于现在楼市不断下跌 它是给一些刺激作用的 有两大 第一个对于一些特大的特贵的房屋 五千万以上成交的房屋 其中一千万 就是说五千万以上的房屋成交 它可以将其中的一千万呢 视为来香港投资移民那个呢 是成份 这个不是新的移民计划来的 本身有的 这个投资移民计划呢 本来呢 就是不可以用不动产的投资 作为投资的一个金额的 现在是给 那你买屋要买五千万以上的屋 那他呢 就给你计算一千万 那另外四千万呢 你要买股票债券基金之类了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投资移民方面呢 是可能会对呢 一些高价房屋有一个信心状的 那第二个呢 放宽按揭乘数 那放宽按揭乘数呢 去到呢七成 就可以令到大家容易上车 那现在楼价跌了很多了 再放宽到七成呢 其实就是帮发展商 后面买私人楼的公司呢 加大了 就是说呢 本来呢 能够在香港现在 整个人口当中 因为他入息计算 搞得到这个呢 就是呢 压力测试 因为呢 他能够起首期 而在这么多人口当中呢 有这么多人 可以买得起私人楼 私人楼呢 现在跌了 人数呢 多些了 因为呢 他容易上车了 现在当政府呢 再将这个按揭乘数 加大了七成 他再多些人呢 可以买到私人楼的 一个能力方面 好了 那是不是真的呢 可以完全支撑到楼价呢 是不是大家这样 就可以入市买楼呢 千万不要 现在说的呢 政府其实都公布了 只不过呢 他还没说过细节 或者名称给大家听 其实北部都会 在说的全片开发的 主要的一个内容呢 就其实是说的简约公屋 不是不是 说的就是乐建居 好了 现在政府说 答应大家呢 在未来的五年呢 供应18万9千个房屋 供应房屋 在供应房屋 当中呢 其实呢 不只是包括呢 居屋和公屋 是还要包括呢 乐建居 这些私人参见的居屋 我相信政府呢 在数据里面呢 是将乐建居呢 是摆在居屋方面的 也因为这样啦 所以政府就说了 居屋和公屋的比例呢 是会由呢 这个呢 公屋占六成 居屋 所以公屋占七成 居屋占三成呢 是提升至呢 是公屋占 七三 对 公屋占六成 居屋占四成 也就是说呢 将居屋的比例呢 由三成提高到四成 这个新增的数量呢 其实是包括乐建居的投入 而乐建居的投入呢 是包括了政府所说的 全片在北部都会 都会开发的一些土地 十公顷二十公顷呢 听起来好像很大 其实能够建的房屋 都是几百万平方尺而已 大概是二十多座楼左右了 也就是说呢 政府现在三片的一个开发区呢 其实可以建到六十座楼左右 那你可以大概去想想了 是大约一个呢 这个江湖山庄那么大 那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不过就可以供应到 可能一万多两万的单位 那看看单位设的大小 乐建居的设计呢 最小的单位 或者平均的单位的 尺数是三八十多尺的 也就是说呢 政府其实呢 是没有公布 没有告诉大家 但是其实政府已经是 把现在的房屋的政策 是越来越清晰地勾画出来的了 好了 房屋政策就是说呢 它要大家容易上车上楼 容易上车上楼 就好像新加坡那样 出现一种组屋的房屋 这个组屋房屋呢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居屋 或者乐建居 无论私人参建的居屋叫做乐建居 又或者现在房协建的房协居屋 又或者房委会建的房委会居屋 房协建的居屋呢 就接近一些私人上车楼的 是有紧房的 间隔是似私人楼的 而房屋协物房屋委员会建的居屋呢 仍然是大家看到那种呢 就是直望建窗 两排窗 一排就是这个房那种 那种 对私人楼来说呢 现在房协建的呢 就会比较多窗 每一个呢 无论客饭厅 或者呢 就是房间都会有窗 但是呢 房屋协会 不是房屋委员会建的居屋呢 就会有部分地方是没有窗的 只有一排窗在最北 一排窗在屋的一边的 好了 如果你说私人参建的居屋 在建居呢 我相信就会比起房协的居屋 更加上一层楼 这个居屋的比例就会增加到四成 下个司令报告 或者呢 再隔两个月 两年的司令报告呢 就可能会将这个居屋的数量呢 是增加到五成甚至六成 那特首也都说了的 他是鼓励呢 一些公屋陆表居民呢 是买楼的 无论你是买居屋好 或者你买这个 这个六建居呢 都好 那都希望你买楼 释放一些公屋资源出来的 这个也是他房屋政策的一点 这个房屋政策当中呢 是包括呢 是给这个呢 是录表 或者现在正在抽居屋 或者下建居的人士 那些单位 如果连续抽两次都不中标的话呢 他下一次呢 就会给他多一个丑 也就是说呢 政府是希望 尽快将现在住在居屋 住在公屋的人呢 尽快将他搬到去 下建居 或者居屋 那这个呢 某个程度上呢 释放回单位出来 是被有需要的人入住 这个呢 某个程度上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呢 现在单程政的政策呢 政府改变不了 每日呢 150人下来呢 他需要房屋的 这些房屋呢 就变成了给多些公屋给他 好了 公屋呢 起少了的 本来呢 在轻建的总数当中 有七成是公屋 现在跌到六成 但是又将呢 部分公屋库赶走 又包括呢 是将这个呢 是公屋的户 如果他愿意买楼的 尽量给他机会上车 让他挤回单位出来 就补偿回公屋的供应 好了 整体来说呢 对于私人楼市场来说呢 因为公屋容易上车 而因为公屋容易上车 而或者公屋供应充足 而加上呢 就是部分的公屋户 是有了钱了 或者公屋户拆户 他们可以用白表 或者本身的公屋户用绿表 他们可以买到绿建居 绿的绿的绿建居 或者将来的绿建居 或者现在做的房协委 房委会的居屋 某个程度上呢 刚才我们所说了 就是增加了这个房屋 购买的这个力量 就是说呢 比如香港现在呢 可能已经增加到100 没有100的 可能呢 30万户是有资格买房的了 但是呢 因为它部分是会被 私营房屋吸纳了 所以部分是被公营房屋吸纳了 包括给绿建居 包括给绿建居 包括给居屋吸纳了 所以呢 在私人市场上呢 那个购买力呢 其实未必是一定增加了的 短期内当然对大家 信心会增加了 对于呢 楼房的一个呢 交投一定有帮助的 但是就和大陆 现在的说法 或者目标一样了 它是希望呢 房屋有交投 就并不是希望 房屋涨价的 大家要看清楚了 就是说 大家如果想着 是如果现在政府 有一个呢 是放宽按揭乘数 或者投资移民当中的 如果投资5000万以上的房屋 可以有一千万计计 投资金额 那这些措施 会不会令到那个 香港的住宅 楼价呢 会上升呢 可以告诉大家 最多是平稳 不要再继续呢 是偏住这样下跌 但是就不会怎么升的了 大家要记住 因为你无论怎样计算也好呢 现在新界北都会区呢 都是兴建着 极大量的房屋出来 是极大量 和以前呢 私营和公营房屋总数的 加上的总数呢 是大超过一倍的 多了这么多房屋出来呢 是根本消化不了 一定要是低价 一定要是多一些政策 去支持它的消化 现在政府呢 在做这些方面 那我相信呢 他跟着呢 他没有说完他现在的一些行为的 或者现在的政策的 我相信呢 接着呢 未来的几届呢 是仍然会潮住一个呢 好像新加坡组屋那样 就是建立了一个呢 是在这个公营房屋 大家满意 有一个呢 满意的quality 满意的质量的房屋出来 令大家呢 不一定要买私人楼 所以私人楼市场呢 我觉得呢 是反而会萎缩 是不会呢 是继续膨胀 现在究竟怎么样 清现在呢 萨战争手上的美货呢 这个艺术呢 就是政府现在正在平衡 不要因为呢 政府今次的先报告而买楼 是不会呢 大声的 好了 先报告里面 除了呢 买楼之外 对年轻人有什么帮助呢 也有的 那这个年轻人帮助当中呢 是帮他上车 那年轻人呢 在2019年运动当中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怨气呢 就是他们社会上呢 第一他们找不到一个公平的一个阶梯 就是说呢 他努力工作 努力这样去读书 努力这样去生活 努力这样去生活 努力做好一个公民呢 发觉呢 他们一生呢 都是做了一只牛而已 那没有办法享受到呢 是大部分在上层的人的一个生活的 或者他甚至住屋方面呢 那个水平呢 都没办法提高的 这一个呢 上不了车 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个痛点来的 好了 特首现在呢 就是说呢 把这个年轻人呢 上车的机会增加 是不但呢 是将要居屋的比例增加 那么呢 而且呢 年轻人 是40岁以下的家庭 如果没有子女的 又或者是40岁以下的 Dance Dance 叫什么呢 一人的单位 当他申请这个居屋的时候呢 他会有两票 就是两张 两个丑去抽的 也就是说呢 他中标的机会是大一点 中签柬的机会大一点 这个就是政府呢 是对年轻人其中一个 在房屋上面的一个帮助 好了 那么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是扶贫方面 一样值得加许的 这个值得加许的 就是政府没有放弃到 现在贫穷线的设定 其实这个呢 如果李家超在结尾上 就说呢 停止或者抗击 唱衰香港的一个 就是潮流 其实呢 本身贫穷线呢 就是香港政府自己定下来的 公平标准 而唱衰得最紧要的一个 是范畴来的 因为呢 如果用回现在的贫穷线 香港百鬼百多万人 是在贫穷状态的 这个呢 在世界来说 都叫做高比例的 也都反映到香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 香港政府呢 或者部分的拆鞋机构呢 都多次说过 希望将贫穷线放弃 或者改变的 但是李家超今次的司令报告呢 是并没有这么做 是继续保留贫穷线 也就是说呢 他愿意虚心接受呢 现在的贫穷悬准 或者贫富悬殊的状况 好了 怎样解决这个贫穷线呢 他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但是劏房方面呢 他呢 就将劏房呢 是定义为呢 不是定义 在劏房呢 立法限制劏房的最低标准 但我有些反对 或者有一些觉得 这个标准其实是多鬼余的 现在标准是这样说的 劏房单位的总面积要大过八平方米 就是大概八七五十六 就是八十六八十七尺之间 就是一个平方米呢 就是十点七六尺 就是大概八十六个平方尺多楼呢 就是劏房最小的一个要求 好了 你小过这个要求是怎样呢 原来呢 政府就说呢 可能是刑事检控你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劏房size 如果小过八十多尺呢 是需要再改建 好了 第二了 就是劏房里面呢 是一定要有厕所 是一定要有厕所 那如果你有厕所的话呢 你怎样间细 怎样扎也好呢 都要大概 就是有厕所洗澡了 有三尺乘回四尺 就是说那里要佔了十二尺 你八十六尺的总面积里面 去了十二尺的厕所紧房 那就是说呢 没有了十二 八十六减十二呢 就剩下七十四 也就是说呢 这个劏房大概都是七平方米 那这个呢 是不是一个稳妥标准呢 我个人觉得不是的 那他没有说到 要限制这个劏房住多少日 如果你说四个人住在一个七十多尺的单位 当中虽然他有个厕所 有个独立厕所 甚至乎呢 政府要求呢 厕所和房间都有窗 而那窗呢 他没有说一定是向街的 记住啊 这个说法呢 还是有一些虚幻的 比如这座走廊 走廊有窗 都不当是窗 都当是窗的 现在很多公屋呢 在走廊里有气窗的 有窗的 就是window这个 definition 是一定要向街见阳光 还是说在走廊里我开窗都是窗呢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好了 就算你说呢 我的厕所没有窗的 没有办法选到窗了 那他说抽气线都可以代替 但是你说一个这样的房 有窗了 有阳光的 有了厕所 七十多尺 有这么长的尺寸 如果一家四口住下去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 是好的标准呢 政府就把劏房的名字 改成叫做 Basic Housing Unit BHU 中文名字 不是叫基本房屋 要求 B本房屋的一个单位 不是这么说 他叫做 简泊房 简泊房 改成简泊房 这个名字 简泊房 当然 现在的媒体 就受到政府的一个控制 他以后就不会再叫劏房 就叫做简泊房 好了 劏房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犯了例的 是没有厕所的 没有窗的 又或者是小个八平方米的 总面积的 那你就是劏房 就是犯法的时候取替的 但是如果你是大个八平方米 有厕所 有窗的话 有差跃线的话 你就叫做简泊房 那这个程度上 我觉得李家超就认为 我改个名字 就解决了问题了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香港大概11万左右了 甚至可能多过11万个的一个劏房单位 大家有知不知道有多少个 是在政府现在定立的八平方米 有窗 有这个独立厕所的标准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因为政府到现在呢 是没有任何的登记制度 没有任何的普查 只是靠大家去踢爆 大家去举报而已 好了 如果现在政府要求的八平方米 是有独立厕所和有窗的要求 原来呢 现在大概呢 是一半的劏房 是 有一半的劏房 是不合标准 所以法例一立例呢 它呢 就会形成了 当然有宽限期 给时间要装修 但是呢 都会有一半的单位呢 是即时要赶走了租客先 叫租客先离开 那租客先离开 离开完之后呢 跟着呢 就是自己可能要装修那个单位 另一个单位呢 就是适合法例要求 这个呢 嗯 这个 究竟这样是不是等于呢 就是解决了劏房问题呢 大家想想 如果真的有11万 只有11万个单位 的一个呢 就是11万个家庭 或者11万个单身人士 住在劏房 当中如果有一半的劏房 是不合规格的 政府给了半年的宽限期 去改善 劏房的业主又愿意改善 他愿意呢 是找人家装修过 拆过 改过 改建过劏房 那这五万个单位 包括家庭 或者个人呢 就要立刻离开劏房 立刻离开劏房 是交回劏房出来 给这个业主去改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业主他就不改建了 不再租了 都要断药 即时呢 是会有大概五万的 大概五万个呢 是呢 是家庭呢 是需要呢 是找屋住 政府现在是简约房屋 究竟可不可以安置五万人呢 我相信就不行了 也就是说呢 李家超突然间 要将劏房定标准 并且呢 是刑事法 其实呢 某个程度上呢 他完全不知道跟着面对社会的冲击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劏房的一些记录 没有劏房的普查 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呢 是决定 而且这个决定呢 某个程度上呢 有些A字博的 就是将劏房这两个字 转了做简薄房之后 就觉得解决了劏房